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看一下这是我们自己腌的腊肉 就是只放盐的 什么都不放 这是我们将其正正的做法 下面我们就用它来炒制 来 我们起锅耍水 首先把腊肉给它过下水 这样吃起来更不会那么咸 因为我们腊肉是提前腌制的 盐分会下的比较多 过水冲凉之后 我们下油 下入腊肉 给它慢慢的煸香 煸出油脂 这样吃起来腊肉才香 炒下腊肉以后 我们接着下入点大蒜 小米辣 接着下入我们的菜头肉 继续给它煸炒 下入少许的盐 菜头肉给它翻炒一会儿 接着我们下入一瓢的水 慢慢的给它焖煮一会儿 这样才能使腊肉香味 充分的沦入到菜头里面些 接着我们调入味精 鸡精 我们这道菜不需要下酱油 已经非常的鲜甜了 最后我们下入点本地大蒜叶 给它慢慢的收一下汁 好了 我们这道冬季江西实定菜 菜头炒腊肉就制作完成了 谢谢大家的观众 我是伍德斗 请关注我带你做江西菜 拜拜